N分鐘劇毒 主持 620 大家好 歡迎收聽N分鐘劇毒 我是620 剛剛看完回到三國大結局 即是他一打完字幕我就立刻開咪 真是新鮮滾熱 不過今天我的喉嚨就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盡量長話短說 劉家豪那兩套遺作 護花危情 和回到三國 終於都播完 其實這兩套遺作 怎會有一個共通點 兩套遺作都是 最後收皮 玩妻美 兩個男主角都是要死的 不知是否劉家豪覺得這樣會好看一點 要兩個男主角都要玩妻美 一定要死才會引到女觀眾的共鳴 又或者是感動 諸如此類 我想他的腦都是想這些 唉我不管 護花危情交出那麼久也不說 但是就是說 喂 你回到三國 你那個結局 唉都知道你就是 要表現馬平那些一往情深 然後怎樣都要見到桑柔 然後真是 唉呀 見不到他最後一面 怎知道 桑柔就在時空隧道裡叼下來 然後就見到最後一面 真是見到最後一面 那其實是想表達什麼呢 即是沒有交代啦 不會交代的啦 即是可以這樣說 喔 那就咬了25集了 唉我的歷史又差 唉看完之後 你都亂了曬龍 唉真是仆街 都不知究竟 唉你又要扮到好像歷史劇 但有些歷史又不知你說什麼東西 唉 追成一套東西 就亂亂亂 唉 特技又差 馬都沒有隻 我都沒見過 你口聲聲說十萬兵馬 什麼東西兵馬 什麼東西兵馬 你有兵就有馬的啦 仆街 你沒有馬 你就隨便你 你怎樣都好 你不就 好像劉德華演唱會那些 好乱興那些 人扮馬那些 你不就離遠做一隻咯 仆街 你電腦特技 你又會做 什麼東西 貓頭鷹呀 紅貓呀 你恐龍 你都弄得出來了 你弄一隻馬而已 你弄不弄 弄不弄到成隻 你就弄個碼頭咯 你弄一隻馬出來咯 你木牛牛馬 你都弄一隻出來咯 一架才對 你弄一隻馬有多難咯 你不弄人騎上去沒有問題 你放在這裡就行 起碼這個叫做兵馬 你就算你剛才那些什麼 火燒連環船那樣 狠狠多兵 你Key得好些呀 弄得漂亮些 你全部一看都是假的 電腦特技 故妙之處 就是做了之後你覺得是真 你不是做了之後 人家知道是電腦特技嗎 白癡 劉家豪 一隻馬都沒有 各樣全部的人都是行走的 我都未 看了這麼多年電視劇 我以前看亞視的電視劇 多厲害 低製作廢呀 都起碼都有幾隻馬 兩三隻馬 就算說亞視以前 這麼厲害 低製作廢都有馬 你無線 你浪費這麼多資源 你一隻馬都沒有 今次真的不知道什麼問題 為什麼會弄到連一隻馬都沒有 好像剛才那樣 打火燒連環船 就是不用打的 在船上去看球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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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了,我當是搞笑了 每樣搞笑了,古裝不像古裝啦,時裝不像時裝啦,算了數 什麼東西我都已經抹掉了 觀眾很懶得要求,就是說 你去到古代,你真是像一個古代啊 你打仗也像打仗啊,你沒有理由是這樣的嘛 那你難道你真是每次靠馬明和楊兒這樣談情,那就算夠數 真是老實,這兩套東西,他真是斜咎著做 哎呀,比小青姐更糟糕,那套當黃巴巴 哎呀,那我真是我愛小青姐多點啦 今天講著這麼多,希望大家喜歡今集 好,就這樣,拜拜